欢迎回来 这一边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 就是今天经历部公布了外销的一个订单 看到这样的订单 大家就想说 哇 接下来的中秋节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 再节难逃的节 听了好可怕 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外销接单的数字 蔡总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外销接单 其实我记得在上个礼拜 大概在礼拜四 礼拜五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预测说 外销接单可能没有 大家想的那么差 虽然可能还是负的 但是可能负的数字没有那么恐怖 但今天公布出来 哇 跌破大家眼镜 还是很差 而且更差 怎么会这样 对 我们先看一下 去年的8月是382亿美金 那今天傍晚公布的8月 只有350亿美金 所以等于比去年的同期 减掉了32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1000亿 我们再看这个线图 这个一路的往下 那从这个今年的4月开始 你看年增率就已经转负的 所以这五个月越来越超 本来大家一起说 年减大概4 5% 但你注意看 它年减的弧度扩大 扩大了8% 因为外销接单是未来1到2月的一个出口 所以8月的接单可能会缓映在9跟10月的出口上 那一定是不好 一定是不好 所以今天这个数字 极有可能会使得主计总处 在10月31号 规定要公布的台湾的第三季的经济成长力 是 GDP 还蛮有可能是负成长 听了觉得心都凉一半 这个到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一次主要的这个 对 到底是哪里的变动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讲这个 有一个好的 好 有一个好的 快点来讲 资讯通信产品 年增 增加 4.7% 哇 正值 我本来都没有想过 好棒 这个最主要就是PC PC WIN10 WIN10的消息来 WIN10要推出来 产生的一个换机草 所以明天的盘面 要注意谁 双A 虹肌跟华硕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它的K线 来 我们看一下虹肌跟华硕 这个虹肌最低9块多 那现在慢慢的往上 对 华硕 来 我们看一下华硕 华硕股价跟虹肌差不多了 就是一个低连 然后慢慢的上来 但又连住 连至少一个月了 是 所以明天会不会这个数字 让它股价要上 其实他们的线型都很有机会来长虹K棒 对 因为好久好久 大家不注意这种股票 对 一定还没有期待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订单数据 给他们加持 明天来看一下 好 电子产品 看完好的 我们现在要看坏的了 电子产品最主要是手机 对 来自于哪里 中国大陆 从香港跟大陆 整个外销接单 减的最多 年减14% 这个整个平均值减8% 来自于大陆减的更多 但是大陆减掉 减掉什么产品 减手机 减手机 所以中国大陆今年的智慧型手机 供过一球 库存太多 我想这个股票就不用讲了 手机一大堆的这个族群 有一个跌破眼镜的 你说什么塑胶 化学品 这个都衰退弧度很大 因为油价跌 所以可以理解 基本金属 现在钢铁那些紧械不好 但是精密仪器 大家听不懂 对 我刚才在问蔡总 什么精密仪器 就是面板 就面板 你看它啦 怎么这样啦 对 衰退22.6% 哇塞 所有的产品它衰退的弧度还最大 对 怎么会这样 那今天你翻开头盘头条 有达群创 裁员 把这个消息也弄起来 还真的有一些这个道理 是 不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周末呢 就是大家要赏月啦 吃月饼啦 欢度中秋 是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 因为中秋是过完以后 是 过没几天就进入了第四季 是 就十月了嘛 十月的话就是第四季 对 我们现在真的是过中秋 佳节愉快的 那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的这个产业 是 第一四季的景气不错 幌制还不错 对 有如虹 宜镜 那我 我想如虹五百多块我就不讲了 这个法人都买 宜镜 你看1457宜镜的现行 是 宜镜的股价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15.1 今年1万点的时候最高 对 所以它等于又回来14.55 再整个几毛就过关了 为什么这家公司厉害哪 他家公司做衣服不算什么 做车用引擎里面的零组件 车子的衣服他还能做 车子里面的引擎 那种家公司的话 需要耐壮耐高温 他打入那个地方 大概占他的营收 也大概有10%以上 这个慢慢起来 是那个毛利率应该也蛮高的吧 很高很高 再过来自写 这个力寝风态 比如说你看力寝 3D的那个透气 426力寝 这也是1万点的最高 173.5 你看现在股价 它也快回来了 快回来了 快回来不知不觉 急跌又上来 很厉害的勾票 今年EPS有7块 7块 比去年成长了一倍 好 再来 然后鋤链石 鋤链石 那个美国的FMC 就是鋤链石的巨破 因为鋤链石已经三年 价格就 最近10月1号开始 就从10月1号 先宣布 但是正式的调涨材料的价格是 10月1号 就是第四季一开始 全面调涨 这个鋤链石里面最难做的 就正极材料 国内有做这个 康普跟美琪马 最近在动的是美琪马 美琪马 是不是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本来一路跌 这个地方打出一个底 那上来以后 今天稍微的压下来 这个注意 所以这都有机会 它是报价的上涨 这是中秋佳节一块 对 它一直在节难逃 结束难逃 面板不用讲 你看 哇 多调节 我们看一下 那个友达的这个股价 友达 哇 今天又有点下来 对 这一次听说它裁员 上一次是2012 那一年EPS亏6块多 就裁员 那现在过了三年 又再度的裁员 他今天来解释说 它那个叫做太弱流强 但是听说它第四季 有可能会陷入亏损 为什么 因为第三季 整个面板的报价大跌 是 那我以前讲过了 中国现在那个8.5代厂 一座一座的开出来 对 所以把那个面板的报价 都压抑了 再过来谁要哭哭呢 来 哭哭 这个很有趣 对 一个一直涨 一个一直跌 晶电才远 对 但是你看2393的异光 今天那个投信还大买 对 为什么 因为大陆把LED灯泡的晶片杀到很低 他去买人家大陆厂的晶片 对啊 会不会 当然做生意要这样的 对对 市场商言商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道德上 怎么用大陆的东西呢 对 结果你看晶电 你来看晶电 所以你看股票反而涨 对 这个也是很好玩的 你看晶电反而跌 对啊 对啊 就变成这样子 来那手机的部分 手机当然宏达电 这也是一抢一落 虽然说这个现在的法人 都在回补宏达电 但是基本上宏达电 到了第一世纪业绩 还是辛苦 但是你可以看 景德反而有机会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景德 景德今年一片只估计 市场估计有10块 所以这一波打到了这个 由275 打到163之后 股票又慢慢的往上 现在又回到229块 是好 非常谢谢蔡总 这个谁是中秋佳节 谁是结束难逃 这个分辨在这里 那再来请一下有明哥 这个有明哥 上一段跟我们好好阐述了一下 接下来大盘走势 所以呢 就要赶快请有明哥 帮我们选股 对不对 接下来有机会的 你之前成功选出了生计股 接下来怎么看 好大家快速的先扫描一下 我先讲一个前提背景 因为我刚突然发现说 对快中秋了 那都没有人在提中秋变盘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未来几个交易之后 一定很多人在提变盘 那所谓的变盘 不是说指数涨到这里要跌了 而是说肋骨的转换 那当然所谓的变盘 不可能是高的继续涨 低的继续跌 那就不叫变盘 对不对 一定是高的变跌 低的变涨 那现在谁在相对高 我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说投信买很多的股票 那各位要知道 这个礼拜的结束 还不是月底 但是各位不要想说 投信的记底作帐 一定会撑到最后一天 我每次在算的时候 我都发现都是 大概倒数的第一个礼拜 就是大概就在25号附近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正好又碰到中秋节 所以你去看他这个礼拜 把一些股票 他买很多的一个股票 如果跟刚刚所说的 飞电的族群 撑到最高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因为之前到一万点的时候 大家疯狂的东西 现在还会再重新发生 所以一定要记得拔党 好 要保护大家 那接下来的话 要逢低注意哪些电子 那我想 电动车正好可以 呼应刚刚的这个主题 你看 中国的习大大 不是一个高铁 一个清洁能源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电动车的部分 刚刚不是差点 也特别提到康普 或者是提到那些美琴 对不对 锂电池 那为什么 锂在涨价 最近的锂在涨价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华金科的部分 华金科今天好强 很强 你看它8度10时库长股 你说这种股价的 今天有碰涨停板 天有碰涨停 应该是有锁住吧 对 你去看它整个的线形结构 它是那种突破高点之后的 爆量残喉吗 不是 它是在这个位置的爆量残喉 但是我不建议说 这个地方第一根涨停 那个都不要理它 因为那搞不好点声反弹 对 但你看它打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右肩底 然后这个地方 未来的压力就是在这里 这个只要一过就是转强点 所以要提醒大家 因为 我们要买在转强点吗 我们要在转强点 所以我今天会跟各位来讲一个转强点 就是因为它有360度的倒车雷达 这属于电动车 那长元科的部分的话 各位要知道 不管现在的双逼 或者是poach的话 其实都有启停装置 像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子都有 就是为了节能减碳 所以每次到了红绿灯就停 然后都以为它熄火了 但没办法现在被逼的 对 然后等到你踩了一下油门它又开了 所以这种启停装置很重要 是 长元科 长元科 对 然后就侠的台座集团 台座生意的一个部分 它也跌得很低了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低档 而且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最重要是它外资一直在买 所以它未来的一个 这个转强点就在它的季线 第三档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我要提聚合 聚合它是一半一半 因为它一半叫生剂 一半叫电子 它生剂的部分是因为它做不要把药 乳癌的不要把药 那现在乳癌药很红 就是耗鼎的那个嘛 对 然后你去看它的所谓的这个电池的电解液 离电池的一个电解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入现行 它是相对来讲 你说它算电子嘛 它不是电子 但它算化学品 但是你看它的这一根的锁码量 在这个位置 四天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介绍股票的时候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就好像一个月前的生计 我虽然没有介绍到最低点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第一段完了之后的中段整理 然后之后后面还有一个 刚刚当初的生计就是这样在走的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注意电商股 这一点很重要 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未来的一个月是马上十一长假 我不管中国大陆的那区好不好 还有光棍节 还有光棍节啊 所以你看你的体材是从十月到十一月 这次访问的 习大大访问的不是跟着去的是谁 对 马云嘛对不对 马化腾啊 那如果各位还可以再去看一下美国股市阿里巴巴的线图 整个底部形态都已经出来了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可能这边没有 所以我们回头要去看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网家 是来网家 你看网家的位置叫高还低 各位自己用肉眼看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缩码量都在这里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中间不是跟华硕钢的线型很像 那一根藏龙就过啦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商店街 我为什么这次要特别提商店街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这三根掌停在干什么 因为它跟那个很多的券商 在签那个行动支付 券商 券商 金控 行动支付的意象书 所以它以后就可以手机支付了 就透过它哦 透过手机 商店街就是PC home嘛对不对 PC home啊对啊 那我们把它的线图缩小一点 看长一点 看长一点 我们看它上一波起挡的时候 它出现一个很类似这样的状况 各位你去看 这一根三根掌停 中段整理 再标一下 压回再标 所以它这一次的话 上去三根掌停 是 整理 那我们把它最近的图给放大 好 看最近 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一二三四 明天第五天 如果第五天能够守住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它后面应该有机会 OK 所以网家旗台里面 小的看商店街 大的看网家 那为什么要注意台华 台华是传产股啊 对 它是不是运输相关 但是它是电商股里面要运货的 就是说我今天网路下单了之后 对不对 我网路买了东西之后 我要靠物流嘛 台华我选它的物流 你看它今天是强的喔 它有一个孙公司上海药液 药华啦 要挂牌 再加上它后面有13.5 又东斜概念 所以这个股票的话 我想我会稍微把它列在 虽然它是传产股 但是我把它列在电子股的电商概念股里面 提供给各位 是 非常谢谢永明哥 来这个永明哥帮我们来 满地要捡猪语 是不是这样 好 来看到 这个是电动车跟电商股 给您做参考 休息一下咯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帮大家解决你的股固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急速温轮无线版 HITACHI 直立手持两用吸尘器 新登场 8月17至9月30日 购买HITACHI指定机型 吉祥皆能精大回馈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中年庆 现在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理消送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world's first GPS solar watch Astron from Seiko 啊 雪だ ただいま 戻りました 私の気持ちです 美しい 日本专利设计 千六不锈钢金制 大和工 大したこだわりだ 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Pita いい香り 太和工房 316不锈钢保温瓶 坚持在最好的湖 闯荡江湖 就靠这一指 打康保险 汽机车强制险 旅游平安险 打康线上投保 三分钟保障带着走 一直搞定 保得好啊 别跑 因为听不愿 我可能出展去跑点 但我总能追上 生育超越 真实安定的意料 爱情力都为我加油 2015年 亚太听障运动会 在桃园 EasySafe.com 达康保险 线上投保 一直搞定 无糖月饼 健康上市 中秋好力 都在新东洋 蛤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中年庆 现在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轻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力相送哦 黑猪肉香肠 有履歷 最清楚 才安心 中秋好力 都在新东洋 Everest i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We got a problem Storm is getting worse Come on Let's go 9月18 圣母峰 专业 真男人 ProMan 好累 酷 我工作忙碌 每天东奔西跑 香港脚如果复发 就会 疗 辽梅书 医疗级成分 不止抑制 梅菌生长 更能彻底 杀死梅菌 有效治疗香港脚 台湾香港脚 外用药领导品牌 我推荐 辽梅书 好欢迎回来 赶快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资券变化 我们看今天融资 在上市的部分 是增加了12.35亿 上贵增加了3.68亿 融券的部分 我们来看上市是稍微的减少 那么上贵还是增加 好 那么就是资券变化 给您做参考 那么再来赶快请一下 有明哥来帮我们 这个帮观众朋友 解决一下脂股问题 第一点要问光环 好光环跟华欣 关我一次来讲 因为之前我们跟 这个参长在节目上 就有提到 少数在第三季 会稍微比较淡一点 第四季 还会再起来的 就是光通讯 但是因为 它整个都是法人在买的 我也认为它短线来讲 应该是有冲高的条件 就是过那个一万点 第一个的电子股 照理来讲 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族群 是光通讯 但各位要记得 因为这次是投信作帐 所以作帐完了之后 会不会再继续涨 搞不好会提早反应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筹码 但是过高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要用环权来看 那再来的话 得利的部分 我的建议就是逢高来拔挡 因为如果得利跟利勤不长的话 没有办法去掩护 这个卢宏或者是巨洋的调节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拉一些低价的 但是高价已经开始在停了 那接下来的话 核大的部分 我的看法也是逢高拔挡 因为这一次的汽车领主件里面 前一阵子是核大当leader 那这一次是同志 3552的同志当leader 那同志在拉的过程中 其实核大已经在休息 所以两个同时在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如果都不是法人买的 这个地方就要逢高策 那接着的话 企机我的看法是正面的 因为本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网通的旺季 所以企机整理也够久了 然后见顶跟稳帽 我的看法会稍微比较保守 因为他们这次的主要题材 都是瓶盖 都是瓶盖 我认为他们低档会长 我只是担心续航力的问题 就是人家是在一天跑十步 那你一天如果跑两步的话 你输人资金效率机会成本 所以我觉得瓶盖股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顺势在拉上去的过程中 做一个拔档的动作 是 其实整体来讲 这个永明哥 我们刚刚看到这些问的 其实都蛮强势股票 很强 都很强 对 所以说其实强势股 你的建议是都已经逢高拔档 可以换到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 可能还在低档 唯独就是光环跟滑星光 确实有基本面 然后再加上电子通讯 它体材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可以稍微留久一点 好 那是留短一点 跟留久一点的差别 好 那么再来赶快请下蔡总 明天的关盘重点呢 台币今天重点 外资会不会汇出 所以明天外资 会决定这个盘式 再过来今天日线 KD值是向下的一个交叉 所以现行上 可能还是有一个短线 明天还是整理 再过来就今天讲的这个入股 照到你应该还会再涨 至少涨到这个礼拜 所以ETF可以稍微往上操作 然后外销订单刚才都分析过了 再过来指标股又达 这个比较偏空 能不能稳住西品 今天中受说 手上的西品全部都卖给瑞光 西品就跌下来 帽地太阳能的各股指标 鸿海出价了 要买夏普 那新富华就是营建股 因为礼拜四央行有可能会降息 对营建股是利多 那新富华是营建股的指标 今天除息顺利的一个填息 所以明天大概就看这几档的指标股 是 好 这个是我们的菜总 明天的关盘重点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 好 那么这个 这是今天的爸爸理财友方 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同学谢谢您收看 那么在待会9点钟的 爸爸健康友方当中 我们两方只要带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就是这个咖啡除了可以提神之外 对于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大家很喜欢喝咖啡 千万不要错过了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